欢迎收看今天文权的Open Chat 今天我们有一位来宾 我找他来的原因 很大的理由是 过去他和我们今天要追念的老朋友施米德 是百分之百不同的立场 但你说百分之百不同吗 什么又叫做立场呢 我和他的对话 让很多人可以把这个问题深思一下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前台北市市长 郝龙斌 市长哈 文杰好 各位网路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您同时也是郝伯村的儿子 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因为施米德在坐牢的时刻 刚好是您爸爸 尤其后来当了参务总长 是他第二次坐牢 抗争绝世的时候 你爸爸后来是做了新闻院长 他又抗争对抗你爸爸上台 对 反军人干政 对 那个军人不是别人 就是你爸爸 对 就是我父亲 那可是后来他大和解 使他在民阳里头完全垮掉 对象也是你 还有赵尔康 我记得 对 大和解那时候是 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喝咖啡 是您也在那里 我记得那是我们的初恋 你看你看你还会害羞 你会害羞吗 我不会 那是你跟他的初恋 不是你跟我的 你跟施米德的初恋 我们就在玩笑当中追念一个 不是一个对台湾很有贡献的人 是让我如果这样子讲 你会同意吗 台湾不会有第二个使命 我不会 我觉得他他做了非常多对台湾民主 台湾的政治有贡献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了 他没有得到足够的credit 我非常佩服他 而且他心里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个被囚禁了25年多的一个良心犯 政治犯 然后他完全是用爱来对当初压迫他的人 虐待他的人 而且他提出大和解 其实我们第一次大和解是在立法院 那个是国民党跟新党之间 民进党跟新党之间大和解 事实上在我跟他接触更多的过程中间 我发觉就是和平和解是他的belief 更重要的他不只是要台湾内部的和解 他还希望能够两岸之间的和解 所以我后来在跟他聊天 或者跟他相处过程中间 我觉得这个人只有爱没有恨 真的是做不到 事实上我跟你说我跟他很近嘛 对 那个和解最重要是他和他恨的人的和解 对 这个恨的人包括谁 包括关他的国民党 对 包括请求他的人 包括起诉他的检察官 包括判他无期徒刑的人 对 他过生日的时候啊 他请了很多人里头还包括这些人 那这已经到了有病的地步 我也觉得这个是不太正常 所以我特地问了他这件事情 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聊 我说 我说施主席 有些事情我想不懂 就说这些人 关了你 虐待你 判了你行 甚至始终是跟你敌对的 你今天为什么能够放下你心中的恨 甚至不去报仇 而且来 请他们和解 和解 吃饭 甚至 甚至请他们吃饭 他答的是非常有哲理 他说啊 他说 其实如果我心中始终有恨 我永远跑不出这些 我是跟我自己没有和解 他说我的第一步是跟我自己和解 我知道我不能够抱着恨 仇恨过一辈子 当我和解 跟他们和解 他说我心里面非常peaceful 我跟他讲 我说 那可能是你的体会比较深 我说要是一个人把我关了25年 这辈子我不找他算账 我大概都觉得我过不去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 施敏德呢 他出生高雄 非常富裕的家庭 他爸爸在高雄市啊 大概有五六十栋房子 他是第六个小孩 他爸爸最疼的就是他 这个疼造成他 对世界没有防备之心 只有浪漫的情怀 那他是在日剧时代的时候出生的 所以这个对他来说 刚好他成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他看到了228 那28在高雄 对 是有开枪的 对 就是那个时候 在高雄火车站前面嘛 那个时候 我看那个28 就是在高雄那个地方是跟其他的民众起来抗暴 所以军警去镇压 就有些地方就控制不住 是不一样的 因为高雄是重军部队 都在那里啊 那我也不提名字 就过去 主要是彭梦基了 那他是 有开很多枪 所以就还在内心里头 留下了一个革命的种子 那你可能可以讲说 你不应该只看这个啊 你要看那个时候 全世界跟中国在战后的通货膨胀啊 那28本身的很多过程复杂 还有本身先打外省 一个很年轻的小孩 他不会想那么多 那后来他在22岁的时候 他就跟他的哥哥几个人 就觉得要起义要革命 然后根本还没起义革命 就被抓去做 这事情证明什么 这个人他已经搞不清楚 他22岁有什么 他就一颗鸡蛋 他拿一颗鸡蛋 想对一个有可能 一万个炮弹的一个政权这样的 可是他的浪漫情怀呢 在那一刻代表什么 不是他妄想 就是他一个巨大的心灵 巨大的理念在那里 然后在坐牢的时刻 他不是去坐牢 他被刑求的很厉害 因为他们都怀疑 他可能是中共派来的 那个时候他不是以台独的理由被抓 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我有研究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时期呢 如果是他认为 你可能是中共派来的就枪毙 然后有些人是本省人的话 他就要怀疑 你是不是被吸收的台共干部 所以他们就一直逼他 你们是不是干什么 所以他的牙齿 22岁 全部被打到一个人 完全没有牙齿 你想看那是多可怕的行囚 把他人吊起来 把他人吊在屋顶上 不给他吃东西 然后打他 这个不是坐牢 就是说 很可怕 所以你说他要做到没有恨 那他个人的大和解 其实您刚才讲的 我可能做一点点补充 他希望两岸的 重点不是和解 是没有战争 他真正最重要的和解 最出发点的和解 他在牢里头和解的 大和解在牢里头 就住在他心里 是他第一任妻子离开了他 然后我刚才说 他爸爸是一个很富裕的人 所以他爸爸呢 留给他很多财产 那他的妻子离开了他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 因为也等了他好几年 他当时是被判无期徒刑 那那么年轻的太太 他会爱上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感情上 绝对可以被理解 可是我又看到很多政治犯 像柏阳也是 他们常常觉得 我对抗你这个政权 我不喜欢你这个政权 最后他去坐牢的时候 他最恨的事情是 妻子被判他 我们外人说的容易 因为那已经成为 他心里头最后最后的预讨 然后每个月 唯一可以看到的人 我可以收到的书信 当时的法律 是连他的兄弟姐妹 还被关在绿岛 都不能看他的 所以当柏阳的 那个时候他的前妻 背叛他的那一刻 他一生都没有原谅他 所以我不觉得柏阳不对 我只是告诉你 人性就是这样 是啊 我想我也做不到 像李敖 李敖是都不被要求看报纸 有一天呢 他是要求你不准看报纸 有一天让他看报纸 他好高兴啊 原来是要让他看什么 因为报纸上面 头发下面等一个 他的女朋友家人 所以那个时刻 其实是一个很残忍的 从人心里头去考验你 去摧残你的 那施米德是真的很恨 他也跟所有的人一样 他很恨 那我讲他这段故事 是告诉各位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谈论的 不只是政治 包括你们每个人 怎么面对你人生的苦跟痛 他就是第一个苦 是这样被行求 干什么 他还有意志力 他最后失去意志力 就是这件事 那他的妻子离开了他 我觉得他妻子没有错 那爱上了别人 等那么久 那么年轻 可是呢 他们却不好意思 没有去告诉他的哥哥 姐妹妹 都没有去跟他的家人说 那当时的规定呢 只有他是可以处理 施米德的事情 所以也不可能离婚嘛 因此他爸爸 虽然留了很多财产 给施米德 施米德觉得那一九 就把所有财产 都给了他前妻嘛 从此他前妻 连一块钱都没有寄给他 那一块钱都没有寄给他的 意思是什么 很多人没有坐过牢 所有的人都没有坐过牢 但是我以前 我们在达外时期 知道什么叫坐牢 你买卫生纸 需要自己花钱 所以他连上厕所 擦大便的钱都没有 所以因此他就把内衣 就剪开来 那把它当 可是他想想 这样我就一下子没衣服了 然后后来他就想到 他的妈妈 在台湾那时候很穷嘛 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肥皂 他妈妈以前会用米浆洗衣服 于是他就每天呢 就挨饿 那个是一个二十几岁 很容易饿的一个年轻人 他就把他的米饭吃一半 另外的米饭呢 就泡水 把它变成米浆 然后做成一直熬 一直熬把它变成米浆 然后就洗 去洗他那个布块 当做卫生纸用 当卫生纸用 然后脏到不行 再用下一个 脏到不行再用下一个 这个衣服都没有了 再剪另外一件衣服 它是这样过日子的 那我知道这件事情 也是很后面 就在前年的时候 感恩节 他把我找去他家 所以一定要去他家 我那件事情很不舒服 可是我说 我很累 他说你一定要来 那所以拍的照片 我整个脸肿上 租的时候去他家 很肿 因为我很不舒服 这样 结果呢 他就告诉了我这个故事 他在那一天呢 他是天主教徒 他们家是高雄 最早的天主教家庭 然后他这次要走之前 打电话给我 新疆病房 也是跟我说文签 我是天主教徒 我昏到 被救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黑衣人 我知道我这次 会被天主带走 要接他走 我当时根本不信 我当时根本就不信 我觉得他神经病 就跟他说 你要脱雇 也不是脱雇给我 我可能很快 也要走掉了 就是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一定会照顾他 但是我回来讲 他当时的情况 他就在那一天 五十年前 现在算是五十二年前 他当时呢 五十二年前 他现在八十三岁 所以他去才三十 三十出头 三十出头 他就痛骂天主 你凭什么当天主 你这不公不义的天主 你让这个政权 这样迫害我 让这个政权 在台湾杀了那么多人 然后你管我 关成这个程度 最后你让我的妻子离开我 我人生唯一所爱 你让他离开我 然后他还把我 父亲国的财产 通通都拿走 然后让我在这个 求是里都过得 如此没有尊严的生活 主啊 你是主吗 你是一个骗人的 你是一个不公不义的天主 他就一直骂一直骂 他骂的亲家也很合理 对 一直骂骂 骂到后来以后 他就大哭出来说 他说他在眼泪哭出来 一边骂的时候 那眼泪掉下来那一刻 他突然看到 耶稣的影像 然后耶稣也在流泪 可是耶稣的泪呢 都是血 然后两只手 在十字架上 也是血 也是血 他那一刻 他突然明白了 瞬间明白了一件事 所以我为什么 要讲师密德这段故事 这个已经无关政治犯 当然他因为 他的政治处境 在那个时刻 就是把一个人的苦痛 跟你心爱的人 对你的背叛 到了一个极致 对不对 对 他怎么做到这样子 所以你人生 你不会被碰到 比这个更惨的背叛 对不对 对 就是你的朋友背叛 你的妻子背叛 你的小孩背叛 你的生意伙伴背叛 都不会这么惨嘛 他在那一刻 是这个处境 结果呢 他突然看到这个影响 他突然发现说 原来所谓天主教徒 不是你到教堂里头 让天主保护你 你在那里 在那个地方呢 就是唱诗般 然后在那个地方呢 听讲道 然后在那个地方 希望你得到平安 你可以得到更大的祝福 你可以度过你的难关 他说真正的天主教徒 不是到教堂里头 去跟天主交换 你人生一想渴望 跟要的东西 真正的天主教徒 就是你和耶稣一样受苦 所以他决定 跟耶稣一样受苦 当场 他就说 就在那一刻 我宽恕了我的前妻 我再也没有恨 我跟我自己大合结 我的恨放下 我的苦放下 然后我就面对我的人生 那相同的处境 我虽然没有甘之如意 我再也没有这些情绪 然后刚好过几个月之后 他被调回本岛 调回本岛以后 他就很快的通知 他的哥哥妹妹 那处境就结束了 所以他的大和解 是让我跟你说 是从他跟自己 自己和解 跟他最恨的人 中间去和解 那个是很私人性的 他的处境 跟他的那个地方 去和解 这跟Nelson Mandela 讲的一样 我如果没有走出恨 我等于还在牢狱当中 然后他是 Nelson Mandela 没有面对妻子的背叛 他是出狱之后 他妻子才跟他离婚 施敏德是在 牢中的时候 就是这个处境 而且当时施敏德是个 默默无闻的小伙子 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他做牢是他家的事情 他们枪毙也是他家的事情 在一个全台湾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都选择 逊从的时代里头 就是一个 你可以说他是傻瓜 可以说他拉命主义者 也就是说这个人是 就是一个巨人 他很小的时候 就有这种大志向 所以我先讲他的故事 告诉市长说 他让我们很多人看的时候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什么立场 你的人生一定有苦 跟有难 有对不起你的人 那你就学士敏德这种态度 他可以到那种极致变成如此 所以等到后来 他在面对国民党 很多事情的时刻 他的态度当然就跟一般的人 非常豁达 非常豁达 你要不要讲一段 你父亲其实也曾经称赞过他的故事 连你自己都很疑惑 对 我父亲很早 其实就是 我父亲还就做参谋总长 然后他被绝食送到三种 那个时候 我印象中间 他好像就是学艾尔莱 叫Bobby Sands 就是绝食 被艾尔莱 对 他要绝食 然后那个时候 一阵子以后 我父亲就有交代三种 就说要好好照顾他 一定要维持他 身体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那时候像我们这些人 印象中间 这个是当初美丽岛的 那个暴徒 那有一次我在我跟我父亲聊天中间 我说奇怪了 这个人为什么你对他这么好 他就说 他一个人你看 你把他关了这么多年 然后他受过这么多苦难 而且显然在狱中 也被人家折磨 寻求过 可是你看这么久了 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信仰 他的理念 而且他说这种人就是个英雄 他不管你 他的立场跟你怎么样 你从心里你要佩服他这个人 他能够这样坚持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 他都没有屈服 所以好玩在哪里 就是说虽然我父亲跟他是在 站在完全对立这个立场 包括他后来在 我父亲发布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出狱 他就生命的出狱 他已经出狱 他坐在台大前面 绑个白骨条 坐在那里 反军人看政 就反你爸 反我父亲 结果 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 不知道你爸当过行政院长 所以还讲一下 其实这是李登辉 很聪明的政治安排 他先用了李幻 接着呢 他就用好龙斌的爸爸 好伯村换掉李幻 那他先用李幻的目的 就是对抗于国华 这些 就先进行了非主流跟主流的对抗 接着呢 他用好伯村换掉了李幻 等到好伯村被带在军人干政以后 他就跟民意党私下合作 然后让连战去做行政院 对不对 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你爸爸一上台 连战就反对军人干政 然后呢 你在台大做教授 我那时候是台大的教授 那施明德刚好就坐在台大的校门口那里 坐在那 一个人坐在那 他大概是刚出来 那个时候 他90年出来 对 那就是 你爸爸是90年 就90年 他坐在那里反军人干政 那我刚好走出来 那有些我的同事 他说好龙斌 施明德坐在那里 他在烦你爸爸 他半开完要讲说 你要不要去跟他握个手 他们是故意给你 他是故意给我 可是我 他是故意看你敢不敢 我看我敢不敢 看你丢脸 心理上 对 心理上我 我并没有不敢 而且我也觉得 我去跟他握手 没有什么丢人的 那我就去 我也没讲话 我就去跟他握了一个手 然后 辛苦了 我就走了 也没说你是谁 我没讲我谁 可是 大概我握完就有人告诉他 说 那个就是好龙 好伯存的儿子 所以 这是后来他自己告诉我的 就是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 就是 1996年 你们两个都当立委 刚好在这个 院会会场的外面 他在那里 我刚好走 他就笑着 好龙斌 好龙斌 好委员 你过来一下 那我因为我本来对他就 就有 好感 我就过去 他说 你是不是 我当初在反军人干政的时候 你跟我握了手 我说对啊 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跟我握手 因为他 他没有办法理解说 我在反你爸爸 你怎么会来跟我握手 我就跟他讲 我说 我握手当然不是 支持你反军人干政这件事情 我握手是我佩服你 因为 人家把你关了这么久 你不止 你 没有改变你的想法 而且你完全不 一点都不怕 我说从我心里面 我觉得你很勇敢 我对你致敬 所以从那以后 他就笑一笑 他说 哦是这样 那所以后来 刚好他在 立法院推大和解 所以他 一开始就找了我 因为我们那时候 新党人也很少 所以他就找我 后来我们很多时候 在互动中间 很多事情 他也跟我商量 然后跟我讨论 那我那个时候 虽然说我在台大 做了教授 可是政治上 老是说 我是非常的天真 那其实很多事情 我也是跟他讨论 从他这里学到的 嗯 他很特别 他去到立法院以后呢 不只是跟你们 这些比较年轻一辈的 因为在这边 都是你爸的事业 不管是你事 他去找梁素荣 嗯 梁素荣当立法院院长 记不记得 被张俊雄这样 打了一个耳光 说我轻轻打个耳光 我历史打了一个耳光 施密德不是 嗯 施密德是 找他去喝酒 嗯 说我向你致敬 嗯 你会帮雷震辩护 嗯 你看他 这是他 对对 就是他跟其他 政治人物的差别 他有他的历史深度 是 然后梁素荣呢 也很了不起 嗯 梁素荣又说 你不要狗之勤 我没这个胆量 是蒋介石叫我去辩护 我拿了胆量去帮雷震 他也没有觉得 蒋介石死了 没有人知道 我就拿来就吹嘘自己 他马上就说 我没这个胆量 嗯 是蒋介石叫我去 不过我后来当立法委员 我发觉老的 他们讲说这些老贼 每一个都其实 素质很好 真正在立法上 他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对 但我一直说 施密德应该 最讨厌应该是那群人 对不对 结果他不是 他向他致敬 结果他向他致敬 那个人立刻说 那都不要来感谢我 这样 所以后来 你那个 蒋经国总统过世的时候 他一直觉得 我父亲会有一些大动作 我看他自己的回忆录 或什么他也讲 他内政非常紧张 觉得我父亲一定会变变 政变 一定会变变 就后来 当我父亲公开宣誓 就说效忠宪法 效忠宪法产生的 总统李登辉的时候 他写了封信给我父亲 在牢里头 他写了封信给我 在牢里头 对对对 而且他也是 他向我父亲自敬 他说 他一直觉得 我父亲会怎么样 结果居然没有 他说 今天的台湾的民主 能够维持下来 说我父亲 做这件事情 会在历史留名 他 他 他 起了封信给我父亲 在牢里头 对对对 他 那个时候 北一岛那一辈的人 除了他 许姓良 张俊宏 他是在牢里头 许姓良 已经 他是在流亡海外 张俊宏 刚刚被放出来 姚家文也被放出来 他们全部都认为 你爸爸会 军事政变 对对 只有我 那个时候 我才27岁 都比这些人 聪明一点 我刚才说 不会 他问我说 为什么 我说他如果 今天29岁 他有可能 以他的年龄 然后长期 从20代 带来带来 现在 他是一个 服从体制的人 尤其是他的年龄 他绝对不会 继续政变 我讲完这句话以后 这几个人 都是那种台湾当时的政治大英雄 刚坐牢出来了 然后也都年龄大 我20岁以上 我才27岁的小女孩 他们就说 他们马上被说服 天才 我父亲 那个时候 外面都在传 说他会军事政变 包括 美国 他们都问 都来问 说我父亲 后面会怎么样 我父亲 只跟我们 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放心 他说 我做任何事情 绝对不会让 我的子孙将来 蒙羞 对 回来您父亲 当时 他有 能力 军事政变 他有 可是他没有做这个事 我要讲 世民的人生 很多人觉得 他只是坐牢25年多 世上 他的坐牢 分成两种 一种是形式上的 一种是精神上 形式上的 就是我们前面讲 他坐牢了25年多 快要接近26年 然后他出狱之后 他的理想没有改变 什么叫理想 理想不是立场 不好意思 立场跟理想是不同的 他会 与时俱进 虽然他只有 抛兵学校毕业 他就不断地 学习很多事情 那我第一次 面对面 见到石敏德 是1993年的时候 他当上了党主席 然后他到美国去 然后他就很自然 反正我在那时候 在民党圈子里头 小圈子里头 大家都很有名 都认得 就一定会来找我 那时候我的男朋友 是纽约时报的主演 那我就觉得 就是说民进党的 很多人对国际政治 很不熟 我就找了他 倒不是给他介绍 我男朋友 还找了好几个 那他们写的都是 Foreign Policy 然后他自己是美国 Consulting Foreign Policy 的成员 所以我就请他 邀请了好几个人 跟石敏德 在联合国对面的 一个饭店吃饭 然后他就听他们讲话 然后我帮他做一点 翻译干什么的 后来我回来台湾 虽然我做的工作 一段文学部主任 可是他只要处理 对外事故 他就会找我去商量 1995年的时候 他被邀请去 华盛顿DC 对这个友台的众议员 他们演讲 还有参议员 主要是众议员为主 因为民营党一直从以前 只有钱去拉米众议员 拉米餐员比较贵的 他要对他们演说 他就问我说 我应该说什么 我今天要招任这件事情 但是我这样子主张 对我个人来讲 就是我离开而已 因为我没有想要从政 我跟石敏德 最大的一个不同是 我从小 我的外公是 二二八去坐牢的人 他就告诉我 你绝对不可以从政 你从政就是为了你自己 你不要想有任何人会感念你 然后接着还说了一句话 你如果把政治当饭吃 你不是凄惨落魄 就是寡怜贤持 因为你把政治当饭吃 你就会去贪污嘛 然后凄惨落魄 就是你太穷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你外公很有智慧 他靠他的坐牢给我这个教训 所以你看我这一生是不是一直很清楚 就是我来参与政治 就是来牺牲的 那为我的理念 那呢 我不喜欢了 我就走了 也没什么好留恋的 然后我出去外面呢 过好的生活 我在你政治里头吃很多苦 因为我有权利 我常常都拜托你 迷党给我的薪水 连我两只很老的狗 要交的受益费的钱都不够 这样子 连给我那个两只老狗 治病的钱都不够 施米德自己也在想 那那个时候呢 施米德的情况 他跟我不同 他不是像我这种有训练 比如说 我有law school的训练 我有什么中国时报以前的训练 我有很多媒体 有各种不同的训练 所以我很容易在外面工作 他不是这个状况 那他 所以他要在政治权里头牺牲 跟我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跟他讲说 民党有态度党纲 他写态度党纲的是李周水 他就变成了态度的理论教父 可是 这个态度党纲呢 摆在那里 如果你没有做 其他的statement 他说要修吗 我说不要修 因为你修 就会引起党内全部的冲突 我说你只要用一个statement 这个是外交里头 一定要学到的方法 就是你用statement呢 像美国跟中国有公报 不是 美国跟中国在打建交的过程中 他有公报 有密件 有些是verbal的 有些是语言上好的承诺 口头的 有些是密件的 密件呢 就是说他们有公报的 法力地位那么高 那一样的 你就是 我就说你就把这个 我就讲给他听 大概就是这样的话 我说你就是做一个statement 这样子 那你如果 一直用态度的东西 美国永远不会让你执政 因为你上来 就会变成他的troublemaker 变成他的麻烦制造者 那如果你还是上台了 很可能就会爆发 两岸的战争 那所以呢 你哪走向 执政之路 要避免 两岸的战争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 他不是要和解 他是避免两岸战争 你一定要做一个statement 那这个statement呢 就是把台独党纲的隐姓拆掉 那因为我告诉他不能修 台独党纲 因为一修的话 整个党都大乱起来 你也倒台了 他说要怎么办呢 我就说讲一些话 就是什么 我说台湾有中央政府 有军队 有总统府 有选举 什么东西都有 那你叫施敏德 叫王明德 有什么差别 所以不要在乎中华民国 还是台湾这个名称 你说中华民国在台湾 台湾在中华民国都可以 那你本身呢 就是不要去管这个名称 如果这个名称 本身的flexibility 它的灵活性 可以换取台湾的和平 它是绝对值得的 所以以中华民国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就是他后来讲的 那所以他 论述就很清楚 他有自己的总统 有他的中央政府 还有地方政府 所以他就说 所以不会宣布台独 民党执政 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然后他是突然很聪明的 就啪啪啪 我讲完以后 我讲的是常常的论述 他就说 很简单 就很像革命者 就干的事情 就说民党执政 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其实如果是要我讲 我可能会讲类似的话 可是我不好意思 这样跟他讲 因为这句话讲出来 他就会垮台 因为我对民党的了解 民党执政 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你写下来 我就把它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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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施米格带我呢 向幕僚 他常常开玩笑的时候 我是他全世界最有名的女朋友 用这种小话笑 就是这个世界可以夹到这个地步 这样 他带我向幕僚 也是最信任的人 对 所以他在处理最机密的事情 他就是会跟我讨论 然后他会相信你 然后知道你会把事情 帮他思考好 但我有告诉他说 你做这个宣布之后 很严重 你本来 你又是从台南选出来的 他是台南的立委 那里就是长老教会的人 最支持他 当年也是长老教会的人 帮他逃亡 我说你的权力基础会垮掉 我坐牢都不怕 人家讲的是这个话 他是 我坐牢都不怕 我还在乎什么权力 立委算什么 所以后来这个事情 真的让他选立委出问题 结果他就觉得出去 我也帮他写了英文 把英文搞 通通都弄好 只有他跟我两个知道 没有人知道 结果那一天呢 他一讲完 所有报纸都是头白头条 他其实我不是当时 他最亲近的幕僚 他最亲近的幕僚呢 是现在很深入 像什么管碧林啊 林向凯啊 林中正啊 林万一啊 都是他们这些人 不是我 尤英龙不是我 我是他欣赏的一个人 他在美国觉得我很有才华 很欣赏 然后当然我那时候 从小开始党外缺责的人 都觉得我很有才华 所以教育做文学部主任 没什么稀奇 对我而言 根本就是一个 我26岁的时候 就当台北新县长的 执行总盖事 所以根本没什么 那方树敏林英雄 他来选择 我他24岁就去帮他 做文学的负责人 所以并不是一个什么 但是呢 很特别的事 我也觉得很奇怪 后来我 然后谈起来 我也问他说 为什么你当时 不是找别人商量 而是来跟我讨论 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知道 你跟我一样 是一无所求的走进政治 所以他也很了解 很会看人 很了解人性 他说 我知道你那个妈是富婆 我也知道 你这个 因为他到美国家 我也看你这个家 你就是一个富婆 富有人家的小孩 你进这个圈子 拿那么少的薪水 我也知道 邱富山要找你去 TVS主持节目 然后这个中国时报的老板 要找你回去做主笔 或者做什么东西 你选择来民进党 你的当时 也是为了你的理念 他觉得我当时的声望 任何人在我的处境 就会跳去选立委 任何人在我的处境 也会去选现实首长 只有我乖乖在那边做工 这样 所以他的看法说 我很后来才问他说 你有那么多亲身的幕僚 平常里都是跟他们在一起 我是你信任的人 可是也不是你最亲近的人 你为什么会在这么重大的事情 就找我一个人偷偷地去问 然后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他就说 因为只有你跟我一样 是什么都不要而来政治的 是 不容易 可是我什么都不要很容易 他是受了很多的苦 他受了那么多的苦 而且他那个时候 很多人不知道 他已经跟他现在的太太 已经在一起 还没有生小孩 可是他已经决定 他想要在一个家 然后他又不是像我 可以在外面工作 我就离开政治 我在政治就很穷 离开政治就很有钱 所以参加政治 对我是100%的牺牲 可是他是没有办法 离开政治的人 但是他可以做这个事 那我有警告他 他不在乎 可是也因为他宣布了 这个等于给了民进党 一个护身符 后来的陈水扁 蔡英文 现在的赖清德 都引用他的话 可是你知道当时的斗争是什么吗 第二天也是陈水扁 我记得台肩 陈水扁手下的人 陈水扁派他手下的人 拿了布条 对对对 台肩 惊叹号 滚出民进党政党党部 你知道我这种从小 第一个我们从小家教 我虽然 你也认识我很久 也看过我跟你们新党 或是跟其他的人讲话 你有听过我大声骂人过吗 没有 我 叫我看到有人说 你帮他台阶 那叫做cultural shock 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没有大声骂过人 再第二个呢 我们家的价值就是说 你对这个事情不同意的话 你可以讲说 你背叛了这个政党 那或者是说 请他回来解释以后 你再批评他 因为他总是一个 坐牢那么久的一个人 不是 就还没回来 他还在海外 就拉布条 台肩 滚出民进党 中央党部 然后等到 跟你们大和解以后 又再一次 因为那时候彭明宇 在选总统 又再一次 类似的非常肮脏的字眼 说他每天都在酒驾 什么东西 用尽各种羞辱 那那个时候 他正好要选立委 对 他只要去哪里要竞选 那些反对他的人 比如说是一个学校 假如说是某一个 我乱讲一个 施东国小好了 他去那里租场地要演讲 那反对他的人就租 用他们的宣传车 就在门口 然后就 我跟你说啦 他在门口就去找女朋友啦 他就去喝酒啦 他们就是用这种 完全人身攻击的方法 一直羞辱他 一直羞辱他 然后对着他的支持群众 走进去 然后包括他到的时候 就骂得更大声 这是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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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施命的当时的处境 那后来 朋友一落选 他就把我找进去 他一直找我 他跟我说 我要辞职 然后我就说 你走我要走 他说对 我劝你辞 因为他们的斗争 既然都是你在帮我编户 就连你都会破级 结果我一离开民进党 我就年薪一千万 谢谢他们 这样 后来他们破产 我又被骗回去 好了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你可以看到 施命德在这件事情里头 他会从他个人的和解 他走向社会的大和解 他不要这个社会分裂之外 他当时就很清楚 我们今天在谈你们国民党的问题 对 再也不联盟 国民党就一党独大 对不对 对 然后现在的话 国民党不知道再也要联盟 民进党就一党独大 知道做不到 很多人知道 可是有少数人故意不做 做不到 对 就是说像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 所以他就去跟你们大和解 然后跟新党 马上在立法院里头 都对国民党形成很强烈的压力 这样子 要不然你们分开来 你们通通都没有力量 对 所以他这个眼光跟他的战略 他本来还是选立法院院长 对 后来输给刘松凡 输一票 对只输一票 因为民党有一个人跑票 对 那民党跑票的那个人 又跟陈志平同一个派系 对 而且后来当了监察委员 对 陈志平还任命 他做监察委员 那他之后 因为刘松凡 后来被通缉 然后就最后在洛杉矶 他这个个性 是明德的个性 很多人不知道他的故事 他去洛杉矶的时候 去约刘松凡见他 他觉得他已经落魄了 这个时刻他要看他 他不是觉得你打败了我 你去收买了我们底下的人 或者是说你可能收买我底下的人 或者是说你们里头有什么人 本来答应给我跑票 就我跑掉了 他不是这样想 他觉得刘松凡已经一无所有 他去看他 刘松凡跟他在往生前 就跟他说 人生啊 我早知道那次 就让你当上立法院长 何必呢 你看人生就是这样 好像我们现在来谈 很多人以为说 是你得走吧 他是一个做了20年 台湾的文代了 很多年轻人 现在就不知道他是谁 他后来发现了这件事 他甚至在台北市选地委 也是落选 落选 对 你觉得这台湾是什么样的社会 其实 他很多人不知道 他当初苦痛 就照你讲的嘛 就是真正在选举中间 那种最肮脏 最恶劣的手段 通通用在他身上 所以那次他在 他就在士林北投选立委 落选那时候还蛮难过的 我觉得 从我的角度 我始终认为 他是台湾真正的良心 那我们台湾是不是很没良心 我问你这句话 事实上 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很没良心 事实上在政治上 是很残酷的 而且很多人都没有良心的 从政的人 尤其在政治的选举中间 你规规矩矩 你有良心的人 事实上在选举中间 是绝对吃亏的 那台湾今天民主 能够走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施民德的理念 施民德的勇气 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他最后做的第一 最后一个隔壁是什么 是现在所有政党的人 都做不到 您加油 你这么喜欢他 您加油 我很佩服他 好 我告诉你为什么 他认为陈日扁夫妻 他听到切记 很多人跟他讲 只是知道 他知道不止国无极样 所以不用洗钱 按之前他大致就晓得了 所以他就决定洪山军 是 洪山军那一刻开始 民党他早就退党了 因为2001年 他参加立法院党团的时候 他就一直被羞辱 一直被羞辱 一直被羞辱 那我是1999年的时候退党 他叫我不要退 他跟我说你只要退党 你这么优秀的人才 那你这么出色 很难被取代的人 你一定会有很好的政治前途 可是你退党以后 你所有的渊源都是跟民进党 然后你退党了 社会很喜欢你 你说其他的政党很尊敬你 但是跟你没有渊源 你不会有政治前途的 我说我清楚 可是我不是为了政治前途来参加政治 然后他们又跟我讲了一大堆 我最后就讲一句话说 我没有被虐待狂 我不要被天被骂 我要走了 就后来他也自己被抓到受不了 他也走了 走了以后呢 成员对他后来在一些人的协调之下 就还算 没有很尊重他 但还算礼遇 所以他跟成员没有恩怨 没有恩怨 他有恩怨是 他在当党主席 成员一直在逗他 那成员不希望他当上立法院院长 也可能是事实 可是后 变成他独大了 对 成员个性是在101 有一个人坐电梯坐到30几次 我会把他穿下去 我认为他喜欢政策 我曾经请告过谢长廷 说你又做高速市长 先来选党主席 你小心他会逗你 他不会把他当上总统了 我说他个性是这样 你小心一点 那我要讲的是红杉军的事情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 你敢说真话 而且套照50万人 100万人来对抗 你出身的政党 因为你知道这一对抗 你的权力就全垮了 对 那有多少人敢说真话 已经很少了 很少 那还take action 而且huge action destructive action 是彻底摧毁性的 彻底摧毁性的一个大行动 然后把民进党打到谷底 你想看民党恨他恨到什么程度 恨他很多人忘记了 民进党其实大多数的现实首长 就完全忘记自己是原来民主政治的信仰者 来参加民进党 就连他要去办演讲活动都不批准 这不是以前我们这些时期 国民党对待我们的事情吗 结果不是 是民进党执政的现实首长 通通不批准 国民党批准 我一批准他的是苏志芬 我很记得 为什么 因为苏志芬小时候爸妈就被招式坐牢 而帮他们家打第一场选战的总干事 就是施明德 他等于是说你救了我的妈妈父亲 我要报恩 但是他还是跟他说一句话 说你是被统派媒体骗了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其他的现实首长 就基于他怕一旦批评市民 他的权力技术就没了 然后通通都不准 通通不准这样 那他的红山军呢 因为大多数的人 我跟大家分析 可能有20%到30%是主张公平正义的人 也有一些潜率的人 因为碰到很多一些绿军的一些艺术 都去参加也有 可是可能5、60%以上是蓝军的人 对他没有感情 可能对他没有感情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后来的下场是什么 他们希望 因为他们很恨阿别嘛 所以他认为你带着我们915围城 他就跪在地上 然后就哭 然后说台湾人民你太了不起了 第二次10月10号叫天下围攻 那天下围攻那一次呢 其实国庆典礼的时候是可以取消的 所以王近平做决定 对 那对他来讲呢 他又找上我 所以我就代替他去跟王近平协商 我觉得王近平说会做什么 会做什么 不会做什么 不会做什么 其中一个不会做 就是绝对不会冲进总统府 因为我相信旁边一定有不限兵 如果冲进去呢 不是只是 那不得了 很多人民会被打死 然后台湾县政打乱 那一旦开枪 这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维持和平是很清楚的 他那个 就是那个时候说 不会冲进总统府这件事情 我父亲也讲到说 这个人了不起 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冲进去 将来可能就是他了 可是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他对于他自己当 带领这么多人 做一个群众运动的时候 他的自治跟 他对事情看得清楚 我父亲非常佩服 父亲特地讲了这件事 我那天在那边 我其实没有参加洪山军活动 我只有被他要求 去做这种missionary 那我自己知道的时候 如果不是我 他其他的人去找王院长 王院长不会信任 那我就promise王院长什么事情 那王院长对我的形式风格 是了解的 那我就promise他说 陈炳也讲会有人闹场 闹场的都是立委 这个你要心理准备 这个我不骗他 所以王景平就 不理陈神炳 照常举办国庆典礼 他们都老了 而且他身体也不好 我觉得大家对王景平的批评 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因为是蓝军的很多职者 对他们有感情 然后他们很恨陈水变 然后他们对宪政思考也不够清楚 他们想进去抓陈水变 所以就认为呢 你让这个运动一事无成 那个时候他发起的是一人一百块钱 结果后来他得了肝癌 然后他的肝癌呢 是一个台商的好朋友 然后把他带到美国的UCSF 去检查 然后去做治疗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知道他去美国治病 你知道红山区有多少人 不肯散的群众 这很正常 群众运动都很难散 就这人不肯散 批评他 我觉得这也还算正常 他们说 还我一百块 你拿我的钱去美国 做肝癌的治疗 我觉得超级刻薄 所以他这一生碰到的所有的事情 他对台湾所有的理想 最后得到的 都是非常无情的对待 然后当然那场运动 你后来也去参加 你自己也被你后来 关系很熟的王卓军 给驱逐逮捕 那因为你是未来的市长 他们又把你移送法办 什么圣志人 他们全部都被移送法办这样 那也就是说 你们国民党自己的台湾市市长 把红山区的一些人 都移送法办 只有没有把你移送法办 然后2008年以后 我坦白说 819上台以后 因为对他也没感情 所以也没有曾经把他 当成任何的重要的人物 那所以他也被冷落了八年 民党也喝了他很久 然后民党的人只感觉 你害了我们失去政权 没有工作 失去很多我们的利益 等到后来 因为在上台 因为陈菊跟他关系 在美党世界 陈菊像汉的妹妹 我就讲这故事 他们就是兄妹关系 这样 那陈菊像他的妹妹 所以他后来 有一些重要的家庭场合 他唯一大概会请的人 就是我跟陈菊 那陈菊因为对他特别有感情 就一直会 他跟蔡英文又很信任他 他就让蔡英文对他 有一点礼遇 那所有的礼遇 就是过年什么送个花 有什么必要的事情 会去看他 所以蔡英文也在他 往生的前一天 去看了他 就这样 那可是这几年 他开始写回忆录 为什么 他开始 他蛮孤独的 我觉得 他注意到 他的人生 根本是一个被遗忘的 所以他的付出 最后都 不能够说归零 但是他觉得 他并没有想得到什么权利 可是他觉得这个社会 他脸书上面 写什么东西 70%都在骂他 70%都在骂他 他的脸书 他直到这两天 大家才开始歌颂他 然后我在写他的文章里头 有人跟我说 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死 也有人这样写 但是只有一个 我的脸书 反正这种人 他是比我尊重言论自由 后来我教他 我说你干嘛气 封锁 你把他删除 他搞不好就是机器人 你还没看真的 什么叫言论自由 那是机器人的自由 他根本就网军 你不要理他 他说什么网军 会来攻击我 我说你自己想 相当也知道 你写的内容是谁 因为他反对一党独大 可是他反对一党独大的时候 他碰到水军 应该是绿军的水军攻击他 那我们有一个群组 是朱云翰生前组的群组 你知道国民党出身的人 可是也可能不是国民党出身 可是他的背景 现在非常国民党 可能不是 我不能说他算国民党出身 因为他自己也在民党 唐飞时代做过关 就是陈西北时代 还有党国关 也有一度跟他们 别家关系不错 那现在呢 他就非常激进的 这个国民党支持者 他就说 世明德 我当然 我就贴一篇文章 就是对他的道理 给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 那像联合报的黄年 这些人就是跟你一样 立场跟他完全不同 就是令人尊敬的君子 大家都是这样 苏琪也是这样表达 他说这个人就写了一句话 我不是要批评这个人 就是他是我讲的典型 对他没有感情的 蓝军的人 就绿军的人 已经一群人水军的妈 他那种人讲说 可是世明的晚节不保 意思是说 他根本没有对 蔡英文掏空国家 进行过任何的批评 我说他根本不懂财经 他批评就是一党独大 我说他甚至还有一次 发神经妈 蔡英文说 叫他交代信项 然后所以记者来问我 就说 很可能老提要 让蔡英文当选 所以才让世明队讲错话 我就这样子回答 我想这么多故事 低调的小故事 然后他到后来 常常写回忆录 你们可能不知道 他用iPad写回忆录 然后之后我们两个 都一起买通 一个大的iPad 一个两眼都快瞎了 他为什么一直要写回忆录 因为他发现 所有他的人生 一起跟他坐牢的人 台湾人通通都忘了 然后他常常一边写 一边就趴在桌上哭 不是为他自己 是为了一些 已经死难的政治犯 或者是穷苦的 不得了的政治犯 他今年年初 最高兴的事情 他可以针对 白色恐怖 领一笔钱 才600多万 他上一次 二八那一次 因为他在当立委 他争取了 他就没有领 他这一次 他需要领 因为他的女儿的学费 是不够的 所以他的经济情况 其实很不好 经常就是有一些朋友 我知道他经济状况不好 然后常常有些人 就支持他 然后他就跟我说文钱 我为什么每次出去 都要穿着体体面面 我不要让我的敌人 以及恨我的人 认为我为了我的理想 或是为了我过去的什么东西 我不要让他们认为我凄惨落魄 我要维持我的尊严 那我真的很谢谢台北荣民总院 我觉得台北荣民总院 陈敏卫明院长 我昨天特别谢谢他 我谢谢他什么 你知道吗 我跟他说 施密德 他小时候爸妈妈妈很疼他 后来坐牢 是被打到没有牙齿 也没有人要医治他 然后后来呢 去了三军总院 你爸爸有算照顾到他 可是他被灌食了三千零四十 因为他在绝食嘛 好 他的人生呢 最后终于出狱 出狱那一天 他没有家 我刚刚跟你讲 我看到 对 坐在城局的沙发上 我看到你写的 对 他一生都好孤独 他整个他的天主 唯一给他的 就是他最后 娶的这个老婆 还有两个他很可爱的女儿 他跟着他们就很欢乐 很幸福 那我说我好感谢荣总 就是让他呢 最后他的妻子是抱在 他让他的妻子呢 进交流抱着他 然后在妻子的怀里头 走掉 然后他妻子居然也睡着了 然后等被叫醒的时候 心脏停了 然后他的两个女儿 也躺在地上 一阵风醒来 看 monitor 爸爸走了 这是他人生 他要进去交互病房 对我交代的 就是他的家人 他最后发现 他唯一拥有的 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家庭 那他本来 有考虑一些后事 该怎么处理 也曾经告诉我 他要怎么处理后事 那他说 你才能处理 家军他们不适合 因为一些原因 一些原因 那不好的事 我现在就不讲了 他最后跟我说 都不要了 我孤独的来了这个世界 我得到我父母的疼爱 我自己选上了政治革命的路 然后我一生 不管我坐牢或不坐牢 我都是一个孤独的人 这个社会也遗忘了我 我也决定一走了之 遗忘了这个社会 所以没有追思会 对 他没有追思会 然后也不办任何的仪式 就直接呢 用一种方式 让他跟他的家人 多相处几天 他们就去租了一个冰柜 那金宝山一听到 就立刻无条件提供 无偿提供 然后让他们放 就有人跟他说 可以放49天 然后放几天 就直接火化就没有了 他什么都不要 他也不要社会纪念他 也不要顺便爱到他 但是刚好张学顺 就是很好的101董事长 他还念着这位前辈 所以在星期一的时候 我看到打出来 对 然后他的两个女人好高兴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社会是遗忘他爸爸的 他们都没有想到 还会有一点一去打爸爸 两个女人说 文贤姐姐 我们现在正要去 去那个地方拍照 干嘛干嘛干嘛 我们正要去拍拍拍 他们有爸爸的名字 拍完了就哭哭哭哭哭 一直哭这样 你有没有想到说 他们不只是失去爸爸哭 觉得这个社会 有人愿意纪念爸爸哭 好凄凉 我讲完我的故事 你说说看 其实他80岁生日 他请了一桌客 然后他也邀请我去了 邀请我去的时候 他就讲 他说我已经活80岁了 他说我作目没想到 我可以活80岁 他说我20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被判要枪毙 他说我经过这么多苦难 他说我就体会到一件事情 他说什么样死 才叫做死得其所 他说我希望我死 是在两个原因之下死 一个就是寻道 为了我的理想 结果被枪毙 这也是寻道 他说另外一个就是寻情 为了一个我爱的女人 寻情 为了我爱的女人 然后寻情 那当然他这辈子 做了这么多事 虽然说我觉得现在年轻 甚至很多人都把他遗忘 可是我想他所有做的事情 对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民主的影响 绝对在 尤其他所做的天下围攻那天 我后来问了这个我们的警察局 那是有史以来台湾最大的一次 这个群众示威 一百万人 对一百万人 那而且那事情 真正对台湾后来政局的发展 是有影响 我今天在那边巡逻 我就去看一下 不好意思跟你讲 那警察我说 你们为什么不冲 我们都准备好 你们一冲就脚上倒了 所以连警察都变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父亲就说不容易 这个人他 如果他下令冲 警察是不会打过来 一定冲了 而且一定进总统府 然后你进总统府 比如说前面的先兵 就把很多群众打死了 可是那国家的体制就乱了 不只要去 对就完了 我是带群众运动出身的人 你带他们来 你就要安全的带他回家 因为你要让别人的爸爸 儿子当他来参加运动的时候 他回去 他是安全的 我不可以让他们参加一个运动 结果他冲到前面去 他被先兵打死了 所以我父亲也讲 这也是市民的对权力的 企业自治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最困难的 对最困难的 冲进去当莽夫 把一个国家宪政 弄得乱七八糟 然后群众被打死 那体制也完了 因为群众被打死 成员就飞下台不可 然后成员飞下台不可 成员被打死 然后大家乱成一团 然后变成我们看到了什么 乌克兰什么占领总统府 然后搞到天翻地覆 这个不是使命者的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一件事情 他的目的就是反贪腐 然后有一次某一个 现在很重要的人 现在很重要的人 刚刚当选的人 他说虽然我们政治理念不同 可是我站在生命来问问你 我也真摆目 我也不跟他说 谢谢你的温暖 我觉得这种很温暖的 我这时候我不觉得 我跟你政治理念 有什么太大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 我认为民主政治 跟贪污 反贪腐 是一样重要 对你来说 你的政治理念 就是你的政党 你的政党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对的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就是政党是在 所有的价值的下面 那我们现在来谈 世命德 就是说很多人还觉得 我们只是失去 世命德走 我想 我这一生 还剩的时间不多 即使你现在二十岁 台湾也不是以前的台湾 但是光是把自己的权力 打在地上 他的大和解 他的民进党 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还有他红山军的时候 他敢对抗陈世贬 然后使他自己在民进党内 最后的关系 全部都被摧毁 之后呢 还要被红山军的某些群众 再羞辱他 然后之后再因此上台 他称为叫首歌的 国民党政府 对他没有感情 也不会感谢 你要看到这样的政治人物 我想 这个前无古人 后也没有来者 你们国民党只要出半个 你们这次就不会败选了 我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可以 可以这样讲 可以可以 重要的政治人物 只要有半个他 这次就会看好大局 布局好 可能就政党会轮替 对不对 对 所以理想其实对政治是很重要的 是理想很重要 坚持理想 看起来 听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 你现在看到大部分政治人物 都没有做到 都是还是有私心 最后 其实政治中间最后出问题的 都是个人的贪欲 个人的私心 可是 从施敏德先生这里 我们看到 他是一个了不起政治人物 因为他没有个人的私欲 跟私心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的 他走是1月15号 他的生日 然后 其实是荣总用各种方法 你知道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就是说 他其实是在14号晚间 11点50分左右 他学校就 啪到40 就是要走了 结果荣总用尽各种方法 把他想办法一直拉拉拉拉拉 然后结果那个外科部主任 对他的尊敬 掏自己的钱 叫人家赶快去买蛋糕 早就买好了 就把蛋糕拿出来 然后就跟施主席说 主席你要撑过 马上再过几分钟 生日快乐 他学校就 本来 我跟你讲 这很像Miracle 他就飙上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 当时眼看着就要走了 他过不了12点 就因为这样子 飙起来 飙起来 结果一稳定下来 他们就说 移出去 然后就赶快把他的遗体 赶快送到 就是他的大体 就是还没有走的 把他的身体赶快移到普通病房去 因为家户病房不适合做这些事情 然后让他的太太他们 因为怕感染到别的病人 也妨害到别的病人 就赶快移到旁边的病房去 所有的人都用冲的用跑的 我很想跟施主席说 或许你这一生非常非常的遗憾 可是你的ending 你碰到一群很爱很爱你的 不管从院长到医护人员 他们用尽全力让你 让你生日 过了 而且是你的家人跟你在一起 你看你不觉得在一些小点上 其实台湾还是有 所以我们当时台湾没有聊天 最后还是很温暖 对对 其实我相信 尤其像我们这一辈人里面 很多人是佩服他的 跟他接触过的人 尤其你跟他聊过天 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有内涵 跟你讲个好玩的事情 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你知道 然后我就讲话 我们以前念台大的时候 那个微积分 他说我告诉你 我微积分还不错 我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 我说你不是只有念泡笑吗 他说对 他说可是我在 牢里的时候 他说 大家都想说 我被关在牢里了 他说其实 关在牢里是 你空间有限 你空间被限制了 可是你的时间 没有被限制 他说你可能都不知道 我在牢里 我读了多少书 我做了多少思考 所以我也会做微积分 那时候他跟我讲 我最记得他讲 他说我的空间被限制 我时间是无限的 我时间 我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时间 他这个人的个人 这种转念 使他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对对对对 我们说小到 我们讲的转念 在牢里头都可以转念 大到他可以和解 跟自己和解 再促成社会的和解 最后可以把自己的权利 就是孤注一职 只为了挽回 如果他的理念 然后帮助民进党可以执政 结果他一直被斗垮 然后民进党执政以后 也没有感谢他 然后再接着就是对抗贪腐 他要让在台湾建立一个贪腐的价值 然后因为这样的运动 上台的国民党也不感谢他 我真的觉得 他很孤独啊 他非常孤独啊 但是他只有到 那他的新闻 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只有一天新闻 我就说 因为现在大罗署的记者 都很年轻 根本对 他们就不知道 他们失去了什么 对 那其实相对 Nielsen Mandela 你知道Nielsen Mandela 是1994年南非大学 那个时候 我跟纽约时报的采访团队 我是人家的朋友 跟人一起去的 就看 听到他上面演讲 他们是讲英文的时候 我听得懂 我听的时候就累了有把面 他一上台就讲说 这个国家要有前途 一定 第一个种族隔离要解除 但是第二个 这国家继续治理下去 所以如果我们 继续黑白冲突 就黑人上来 黑白冲突 这国家没有未来 所以我的副总统候选人 就是前任的白任总统 D.Clerk 然后他在上面讲 他就是reconciliation 就是大和解 就是他的主张 后来施明德呢 有一个叫台大政治系 帮他办了一个施明德讲座 他那个施明德讲座 是嘉宇华负责的 他就请了D.Clerk 就是Nathal Mandela 已经往生 请了D.Clerk来台湾 然后我就跟 然后我就后来就问了D.Clerk 这件事情 就是你是前任的白任总统 你为什么会愿意 去做Nathal Mandela的副总统 而几乎是兼Prime Minister 就总理的角色 他说Nathal Mandela跟他说 我们黑人坦白说 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然后大多数的企业 跟重要的产业都在白人的手中 如果你们被房子烧了 然后你们被斗垮了 那最后南非也一无所有 所以那一刻的Nathal Mandela 也脱离了他原来 被坐牢被关 然后被虐待干什么的 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主张革命暴力分子的 就是所谓的革命的 是用武装革命 要推翻白人政府的 这很正常了 那后来呢 他的思考变成是说 我就是跟你和解 因为我为了南非 我必须如此 他说他非常感动我 我就决定 本来我也要离开南非了 我觉得我一定没有好日子过 我又被杀了 然后我就决定做他的副总统 然后就因此留下来 那那一次 施米德对他的家庭的保护 他不让他的家人曝光的 在后来才曝光 之前他不让他曝光 所以他那天跟我说 你要来做女主人 我说我为什么要做女主人 我就被你的前女友 已经被所有的人害惨 为什么要做女主人 他说 我的家人不曝光 那你来做女主人 就坐我对面 然后你就跟蒂克克可以多聊天 讲话 那你英文好 你跟他讲话不会有问题 然后你自己也学到东西 你就委屈一下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 但是他第一个想要邀请的人 就是蒂克克 所以大和解在他的内心中 那么深 为什么1995年到现在 我们的政治28年是倒退 而且我真的是倒退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 大和解以后 其实当时的民进党 跟新党是最对立的 结果后来我们很多人 不只变成朋友 而且甚至我们可以一起来 在立法院成就一些事情 甚至 可是到后来 你看现在两个党 台湾的撕裂 跟对立到什么程度 任何一个国民党人 跟一个民进党人 不要讲别人 坐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 喝个咖啡 你看人家会怎么看 这些连蓝白都仇恨 蓝跟白也仇恨 蓝跟绿也仇恨 绿跟白也仇恨 我的天啊 对我始终相信 台湾如果蓝绿白不和解 两岸之间不和解 台湾没有希望 那我们哪先喝酒 我们本来就喝酒 他的精神 就是 斯明的主席 他的精神 我觉得 是我们现在 怀念他 我们就 照他的理念 继续做下去 是最 这是他怀念他最好的方式 其实他在去年底 容总就判断 他可能过不了 2023年底 我从那一刻就开始 整个人心情很不好 然后但是呢 因为我得处理很多事情 那理性就多过于感性 他真的快要走 跟我说绝对没有希望 绝对不可能 甚至连weekend都撑不过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心里 好像插一把刀这样 然后 可是我也因为还要处理事情 然后直到礼拜一 他真的走了 就1月15号 1月16号的早上起来 我流了滴滴眼泪 我在那一刻 我整个内心 再真正放下来 好一点 我就感觉上 我知道我失去一个 我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我知道这个 在世界上最尽心尽力 第一个不要讲说 愚公 对我的信任 这还不是重点 愚私照顾到 无为不至的人 对 你跟我讲过 他甚至发神经到 我得了费线 他跑去给一个好朋友 是送给他房子的人 那那个房子因为有产权纠纷 所以永远都卖不掉 他说我把那房子借给我用 我要给陈文倩住 因为这样的话 他需要人照顾 他需要人照顾 他可以每天来我家吃饭 那个人跟他说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好佩服你 你怎么对旧爱那么好 他气死了 跟我说 他跟我说我旧爱那么好 他老婆比较聪明 他老婆说 你们两个不可以 对外否认你的关系 因为我要让大家觉得 我是全世界 心胸最宽大的老婆 这就是 我所有 他心胸是够宽大 没有 外面在 我知道就算没有什么 外面在传 他 他跟你老婆一样宽大 这可以吧 这个 是不是很特别的人 我们有一个老婆 叫戴政药 我就告诉他说 他得了一障碍 那时候戴政药也是落魄了 也是没什么人理 他常常打电话 给我看事业酒吧 结果他得了一障碍 然后呢 他就奔下去高雄找他 看他长歌医院 他说 你要跟你的癌症谈恋爱 结果戴政药就跟我说 他叫我来 你叫他来看我 他给我的 这个我们的总指挥 他们都叫他总指挥 给我的 给我的劝告 说叫我跟癌症谈恋爱 要怎么跟癌症谈恋爱 所以你刚才说 他说我家殉情 对 结果他 他最后呢 虽然没有迅情 可是至少是在他太太怀抱里走的 我觉得 我觉得天主对他 最后唯一的眷顾 唯一的 但我也真的好 谢谢荣总 愿意给他这个宽容 因为他们最后 要把他的几个机器 这样推着跑 陈威明是一个非常 仁慈的 仁慈而且非常好的 医术好 而且心地好的医生 我有告诉他说 很可能这对你们 会造成一些困扰 增加很大的楼宁 可是他一生什么都没有 只有这个家 对 什么都没有 因为这个社会已经遗忘他 我谢谢你这么记得他 替他 替他跟替他们家里的人 我觉得这样啊 这个应该的 我觉得我也从他学了很多 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勇气 他不只是勇气 他是充满了爱的人 对啊 他没有恨 他充满爱的人 我根本不是他女朋友 我跟他讲了一百次 他算了 讲了没有都不信啊 然后呢 他们就去找他们相信的 算命的人 那个算命的人 刚才说这个人 他不会活很久 他很快就会走了 因为他的命里头 就是太多病 然后就有个孤 孤命的人是很容易走掉 然后病成这个样子 他做什么事 他把他大女儿法律上 直接他签名 签字 然后就过记给我 这样 这是我第一次讲 所以我要跟你讲说 我就是等于像他的家人一样 后来就说 算了 他们那时候传说一句 就会讲说 那根本就他们两个生的 我说我没关系过 他们两个生的 我只会生小狗 只会生女儿 然后大家就笑成一团 但是现在突然想起来 我讲我个人的小故事 给你听 你就知道说 他是一个多么有爱的人 这样 他怕我走了 他就怕我走了 命令他 太太要帮我找各种药 搞这种维他命 搞各种什么 每天要来帮我打这个 打那个 他做各种不同的事情 然后做各种食物 这是从他对人的好 对 他对人 是 那为什么我讲我自己 不是要抬举我 因为我要讲最后一句话 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跟给好市场听 然后问问看您的感想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 说主席 我想问你 我们俩是真的没有爱情 其实真的追过我的是他哥哥 不是他 他哥比他帅很多 所以他知道他追不上 那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跟他是一样的人 他说因为三十年来 不管我有权利 没有权利 对我始终如一都一样的人 只有你 不容易 也不容易 不是我不容易 我听到这句话的感觉是 他在讲的是那些人在他有权利的时候 是一个样子 对 没有权利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样子 是啊 就是他自己感觉到的事态炎良 事态炎良是真的 而且他感觉到的也是真的 而且也就是真正你在像经历过这些事 你才会体会到什么样的人是真朋友 而且什么样的人是你值得尊敬的人 现在他走了 你要变成我真朋友啊 我本来就是你真朋友啊 谢谢好事找 谢谢 谢谢